2018年已经过去了一半,在上半年,中国海军迎来了多次巨变,国产航母海市,中国海军正是两条腿步入航母俱乐部。 055大区接连向水三艘,052地区逐渐在两个月内服役三艘,较去年12月服役数量增加足足50%,071的6号舰在1月20日向水, 这极有可能是最后一艘071,这也意味着,我国海军即将拥有出了071以外的大型登陆军舰, 广山军迷对于两栖攻击舰的希望日益迫切,海军自然也在日正夜夜的面倒,此前展出的模型便是一个例子, 虽然是在071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外貌型两栖攻击舰, 但是这也意味着,我国将会有更加先进的两栖攻击舰出现。 两栖攻击舰这一概念由美国提出,既拥有直通飞行甲板, 可以携带直升机,甚至是垂直起架战斗机, 又可以利用硕大的物舱,越舒服化重武器。 总体来说,两栖攻击舰就是一艘拥有物舱的小航母, 可以使用登陆请进行平面登陆, 也可以由在机携带海军陆战队员,进行垂直打击, 即或者是直接携带垂直起降战斗机, 被登陆场夺取至空圈和提供及时的空中支援, 对于强坍登陆战的意义不言而喻。 据外国媒体报道,中国海军的第一艘两栖攻击舰代号零七五, 目前已经在猛造船厂建造船身分段, 满带排水量将会达到4,5万吨以上, 可以接待直8直18运输直升机多达24架, 如果工程进度顺利, 首舰将会在2019年末到2020年初下水, 由于没有垂直起降战斗机, 零七五上搭载的很有可能会是直19宇宙直升机, 数量为4到8架, 除此之外, 还可以携带直20反潜行等等直升机, 根据需要, 中国海军一共会建造3到6艘零七五型两栖攻击舰, 在战时还会有054A,052B甚至是055的护航, 零七一也会出现在这支远征大机群中, 主要运输人员和重装备, 055完全有把握一次信头送一整个轻装版的兵营, 到极致动身中去, 在游舞艘内的大型起电船运输重装备登陆, 未来中国海军陆战队将会是又一个魔招应该过河的典范, 而零七五则是对其垂直打击能力Buzz的加持最好的平台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